還有兩天中秋節 今天想說一下中秋節的主角 不是月餅 其中一個主角是月亮 大家知不知道在康城或將軍路 月亮是在哪邊出和下的呢 中秋節未來追月 上月和迎月 究竟在什麼位置是上月的好地方呢 原來看月亮也知道時間 怎麼看呢 首先想問問大家 月亮是否晚上才出現呢 這題目好像很傻 月亮也是晚上 但月亮不是晚上才出現 日頭太陽出現的時間 也是有機會月亮出現的 所以我會詳細解釋一下 那另外呢 另外呢 其實在日出康城裡面 未必是一個非常理想的位置去上月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康城的房子 數一數二高 密度又高 那樣擋了天 其實上月不是一個很理想的環境 那我VIPP也會講解一下 倉康城哪裏附近呢 上月會比較理想一點 那我們先說到月亮 其實中秋節等於滿月 但其實大部份時間 很多時候月亮只有半邊 有時左邊 有時右邊 那通常如果左邊光 我們就叫做下圓月的 在這個台灣的文章 如果右邊光 即是向東邊 月亮的東面 就叫上圓月 那這些名字我們大約知道 總之就是半月 大分左右 就方便我們知道 那我們借這個網站的圖 去解釋一下 月亮 為什麼有時傳月 有時半月 那麼地球就在這圖圖的中間 然後右邊太陽光照過來 那月亮呢 就是地球的衛星 就圍著地球轉的 那因為月亮圍著地球轉 在不同位置 可以接觸到陽光的位置 被地球看到一樣 那形成了我們看到月亮 有時看到半月 那有時會看到傳月 那另一方面 其實地球自己 都是會自轉的嘛 那而自轉的方向 是逆時針的 那所以因為 逆時針方向轉 如果我們在地球某一點 就會看到 月亮 或者是太陽 都會在東面的方向升起 那在西面 就下來下來 那所以這裡就說了 無論太陽 或者月亮 都由東面升起 西面下 但月亮 就未必是正東 除了地球自轉 去決定 我們看到月亮 那邊升起 下山之外 其實也是 剛才說過 月亮圍著地球 在公轉 那時間大約是27.3天 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月球在不同位置 地球自轉 就形成了 地球未必一定 是 晚上看到月亮 升起 有時都會日頭 但日頭陽光太強 你看不到月光 那也是 那也是因為這個 月亮的公轉 和地球自轉 還有對著太陽的位置 的關係 其實月亮 就 不同位置 地球來講 就不同時間 可以看到月亮 就未必 只是晚上才會看到 那這個桌子 就很清晰地 收了出來 如果半月的時候 是什麼時間 可以看到月亮 什麼時候升起 什麼時候下 如果是日頭的話 就看不到 因為太陽的光太強 所以你就看不到月亮 也都是這樣的原因 其實同軍就會學這個 我這個也是這個 Scout的網站 就介紹了 教你 看到月亮的形狀 月亮在哪個方向 升起 因為一定是東邊 那邊下 其實同軍就可以背了 那個桌子 就可以告訴你 其實晚上是 是大約哪邊的什麼方向 以及幾點 以及幾點 也是月亮圍著地球公轉 是有個週期 27.3天 其實這個週期 我們中國偉大的 其中一個很偉大的發明 就是利用它 去發明了農曆的節靈 或者是節日的系統 這個系統 我們就叫做Lunar New Year 其實Lunar 就是月亮 都是用這個日子去鋪排 譬如種植的時間 可能你會說 農曆 還要種植物 很有用 很古代 可以舉個例 譬如 這棵樹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樹 或者大家知不知道 上面這個網站是什麼 其實 大家如果對紅酒有興趣的話 這個名字就一定會認識 除了四大酒中 這個Lunar 都是一個非常之出名 和非常之昂貴的酒 而他們都是根據 這個月亮運行的軌跡 去安排他們種植菩提子的方法 最主要原因 原來地球農作物的生長 除了太陽之外 其實月球的引力 對於植物的生長 是很有幫助 而他們也很奉募 這個原則 跟我們中國農曆的規劃一樣 所以都是行一樣的系統 去種植菩提子樹 好像說了這麼久 都沒有說 其實月亮在康城哪裡出 其實可以看這幅圖 這個是釣魚翁山 或者我叫W山 之前有個影片有說過 大家可以找到-V的集去看 為什麼W呢 就因為這個樣子 其實就像W指的釣魚翁山 這邊其實是出刊成一個東面 月亮升起其實不會是正東的 所以東面的方向會比較短 所以大致上是 月亮升起就是這個位置 VIPP畫給你看 不是經常都會看到 好看一下月亮是什麼時候 是晚上上的時候才會看到 日頭上就看不到 因為日頭的光 月球反昔的光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那麼實際上是什麼樣子 就不畫圖 大致上是這樣的樣子 這幅是日出樣子 你就先幻想月亮 大致上都是這個方向升起的 月亮也是 例如這一天 我再看上去 Sea to Sky 你看到月亮已經到了 其實這個是晚上六點的時間 已經到了正上面 即是由東面升起 到正中間 之後就會向西面下 那如果下山的話 就會在這邊 就是我們經常都看到的日落的方向 吊鏡環山 的上面 再清晰一點 就看上去大約是這個位落 其實跟日落的方向都是類似的位置 好 再說說究竟在哪裡上月是最好的 其實這段片就告訴你 因為將軍澳其實是三面環山 不是被高樓擋住 尤其是康城 康城裡面絕對不適而上月 因為樓太高 所以最理想的位置就是 這裡拍到 海濱長廊的兩邊 因為海濱長廊兩邊 是離開山最遠 亦都最空曠 上月是最理想的 而在海濱長廊那裡 其實很多日昌康城的街坊 甚至是整個將軍澳的街坊 都已經知道 海濱長廊是最好上月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幾年的中秋節 很多人會去到海濱長廊 無論是東邊或南邊 我們會發現床滿了人在 在營月、正一、追月 都會有很多人以為自己去了花市 而片頭這幅圖 其實就是我們出康城的正南邊 就是向著廣島 尤其是這邊下面白色的樓 就是橫花串 剛剛其實詳細解釋了 月亮在哪邊升起 其實這個方向 就應該絕對不會有月亮 如果大家看到 麻煩拍一張照片 應該是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 還有兩天 中秋節 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希望會看到 六,六、五、三、四、六、八、十、三、三、四 而且走琴 馬上全第一床 天啊 Five,六、六、六、七、七、六 六、六版 七、九三、六、六、七、七、六、七、七、六、七、七、六 roy